- 大家我是Ben 歡迎來到SUPERMOTO8的頻道 - 各位看看我是Ben 嘿 - 忘記你要講話 - 不要因為我們沒有三個禮拜沒有跟大家見面 - 你就忘記我的存在好不好 - 好的其實上禮拜的時候立委有預告說 - 他們可能接下來都會錄 你看怎麼樣我們出現了 - 因為那時候立委他有什麼理由 - 因為目前另外一組主持人公務防盲中 - 所以我們兩個應該還會好好的代打好一陣子 - 我們直接講啦佩佩摔車了好不好 - 然後他摔的有點嚴重 - 他的左手現在總共有三個地方骨折 - 一個地方骨裂 - 一個地方骨裂 兩個地方骨折 - 然後差一點就不見了 - 差一點就不見了 - 你幫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- 到底發生就是騎車沒有注意 - 騎到睡著 - 你才睡著咧 - 好啦反正佩佩就有一天晚上的時候回家 - 然後經過橋下橋的時候 - 然後是一個大的左彎 - 也一個小左彎 - 小左彎 - 然後你就突然晃神了 - 然後就插到邊邊 - 對 然後插到邊邊之後 - 我就在側滾了兩圈 - 然後就用土下做的姿勢這樣落地 - 然後後來就張開眼 - 因為下意識的時候 - 手就去扶著痛的那個地方 - 然後等我張開眼睛的時候 - 就發現我的那個手 - 手指怎麼借我 - 你的食指 - 我就發現我的食指 - 這是食指的關節 - 然後就這樣變這樣 - 大家看得出來嗎 - 壞掉了 - 壞掉了 - 然後就是那邊 - 就是有點悲悲的 - 然後在滴血 - 那你當下的感覺是什麼 - 然後我當下想說 - 你有很痛嗎 - 沒有他那時候已經沒有 - 已經麻掉了 - 已經沒有任何感覺 - 對其實我那時候 - 我肩膀的時候 - 我撞到 - 我肩膀那邊斷過嘛 - 我當下撞的時候只是覺得很熱 - 然後手沒辦法舉 - 那個瞬間 - 但後來開始 - 大概過可能10分鐘 - 5分鐘之後開始疼 - 越來越痛越來越痛 - 所以你講講你的感覺 -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傷太大 - 所以就是完全沒有痛 - 就是整個就麻掉 - 而且因為那個 - 我後來才知道 - 我想另外一個不麻 - 不痛的原因是因為 - 就是那個醫生說 - 我們的那個什麼神經 - 血管韌彈那些什麼的 - 都在兩側 - 然後因為我只能下四分之一連者 - 所以我可能神經的傳導沒有那麼好 - 但是你看 - 你講這個我們沒辦法配塗 - 因為配塗可能會被那個黃標 - 其實我那個手術完第一天 - 那個塗在有點 - 同事看了就有點 - 覺得有點怕怕的 - 我放那個S光片給他看就好了 - 大家自行去腦斧 - 好那其他的部分呢 - 除了那邊之外 - 除了那邊其他就是 - 無名指跟中指的那個骨 - 手背骨就是 - 就是有裂掉就錯位 - 所以打了兩個鋼筋 - 然後那個來手戒 - 我們手磨 - 你用這隻手好不好 - 然後這個小骨頭這邊啊 - 就是有一點裂掉 - 但是因為沒有錯位 - 所以醫生就說就是靜觀 - 讓他養傷就好 - 然後另外就是我這個手肘 - 手肘 - 手肘我們就是大家想像那個雞腿 - 不是有兩個骨頭在這邊嗎 - 然後我剛好是 - 你這樣一下好不好 - 你這樣一下 - 對對對對 - 然後我剛好是列在裡面這個地方 - 所以他那個地方就有點難 - 沒有辦法打鋼筋 - 所以就是開刀用了那個骨板 - 所以對 - 所以就是這幾個地方 - 好那 - 沒有沒有 - 那你講講你那時候有戴手套嗎 - 還是有做什麼 - 有啊 - 但是你是沒有護具的 - 對 - 我那個就是純粹的冬季手套 - 然後那時候那個 - 就是我沾上眼睛的時候 - 就是右手手套也在 - 但是左手手套就完全就是消失這樣 - 就不知道非常難去 - 就在旁邊 - 好那再講講你的車子 - 你的車子到底怎麼了 - 看起來有傷很重嗎 - 好像還好 - 但是就是因為我就是 - 左手去插到那個邊邊護欄嘛 - 所以我應該就是那個左手那種凹掉 - 以我自己過去檔車TU的摔車的經驗 - 那時候我摔完 - 然後我的右手骨斷掉之後 - 結果我的車一點傷都沒有 - 當現在還蠻意外 - 那我覺得 - 我有看過他的車的照片 - 我覺得看起來好像 - 上面 - 好好 - 對好像還好沒有太大 - 因為我覺得檔車有些好處 - 只要你不要傷到油箱 - 它油箱剛好就在手把中間 - 所以旁邊有腳踏 - 也有手把去撐住 - 傷到油箱的機會不大 - 好啊 - 因為我覺得油箱是比較貴 - 然後還有儀表也是比較貴 - 這三個東西只要保護住 - 我覺得其他可能手把腳踏 - 這些東西傷到 - 我覺得那個價錢都不貴 - 這樣我們要拍一集 - 來介紹你的整個過程 - 可以啊 大家如果期待的話 - 就是可以拍一集修復過程 - 修復我身體跟我的車 - 好在這邊我提醒一下各位 - 因為我們前面的部分 - 基本上只要我跟佩佩的組合呢 - 很抱歉 - 我們就會聊比較多的 - 藏舌夫婦 - 對其他的內容 - 如果大家想要看內容的話 - 什麼看內容 - 大家如果想要直接看名次的內容 - 直接看名次內容的部分 - 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把每一個階段 - 每一個階段 - 每一題的內容 - 直接把它放在下面 - 大家有興趣的話 - 直接點那個內容進去看 - 好不好 -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快的 - 比較有效率 - 為了您之前我們檢驗的 - 很煩欸 - 每一次大家的反應都不太一樣 - 有人跟我說梗圖比較多 - 有人又跟我說梗圖要多 - 對不對 - 有人又跟我說幹話比較多 - 有人又說幹話多一點 - 那到底 - 我就跟你說不要迎合他們 - 好啦 - 不要隨風阻掉好不好 - 有一點自己的意見 - 站住腳 - 反正我覺得現在很簡單 - 現在YouTube都有那種標註的功能 - 我們直接把每一個段落區隔開來 - 如果你想看內容 - 你就直接跳著看 - 好不好 - 那針對很多人講說佩佩很 - 什麼 - 就是佩佩很不專業之類的 - 本來就不專業啊 - 我們從第一集就跟大家說 - 讓我貪狂風 - 為我情情在分 - 沒有啊 - 我們就是要有一個聰明的人 - 要配上一個笨 - 才可以更凸顯聰明的人 - 他們的智商嘛 - OK - 好 進到本週聊新聞的第三名 - 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 Yamaha推出SR460分之一 - 迷你郵箱模型 - 售價日幣18000 - 這一題周朗你難得回來 - 讓你講一下好了 - 今天話特別多 - 也還好啦 - 就是跟大家很久沒見了 - 想就是 - 他今天回到公司的時候 - 有一種好像那個英雄回歸的感覺 - 因為剛好 - 絕對很開心 - 因為剛好前幾天生日 - 然後就進來之後 - 大家就不然在那邊唱成了快樂 - 對喔 - 不要插題 - 大家知道之前SR400 - 出的時候就很多人在搶 - 然後有些人就是很二碗沒有搶到 - 那Yamaha呢 - 覺得他們應該也是體恤車迷 - 那麼喜歡這台車 - 所以他們就是在原廠工廠 - 生產了六分之一的 - 油箱模型 - 重點是它的那個 - 除了質感好之外 - 它就是完全 - 復刻那個Final Edition - 它那個線條構思 - 然後它那個烤漆的那個呈現 - 身為一個想買SR400的人 - 你怎麼看 - 立刻拒絕 - 沒有 因為我覺得 - 因為太想要這台車 - 但是買不到車 - 看到那個東西在那邊 - 感覺有點更心酸 - 好 那我來講一下好了 - 我覺得當時Final Edition - 出來的時候 - 其實大家都很想擁有它 - 因為我覺得SR400 - 從早期推出到現在 - 我記得我有印象中 - 我在玩TU250 - 那時候就有SR400 - 因為那時候TU250 - 大概我現在應該有15年左右的歷史 - 我上網去找SR400 - 在當時的日本玩家上 - 就已經海量 - 所以這台車它的歷史 - 已經超過它本身這輛車 - 因為你講SR400 - 它就是一個中量級的排量的擋車 - 沒有什麼特別的 - 但是你講到它的歷史 - 價值意義的時候 - 已經勝過很多人 - 可能你看15年前很多人 - 還沒出生 - 對不對 - 所以這台車 - 讓人想要收藏 - 或讓你想要擁有 - 就是它的精神所在 - 我覺得身為一台車的精神所在 - 最關鍵在擋車 - 我覺得就是油箱 - 為什麼呢 - 因為油箱造型 - 我們常常講在我TV250的時候 - 只要你換掉油箱 - 因為那時候有推出很多改裝油箱 - 我改掉油箱之後 - 大家就認不出來這是什麼車 - 所以油箱算是一台擋車的精髓的所在 - 自然身為Final Edition - 然後Yamaha又想要找到一個關鍵的零件 - 當作是它的精神所在 - 我覺得它做出迷你油箱 - 真的是蠻適合的 - 對 而且我覺得這油箱最讓人覺得特別 - 也就是它除了六分之一的縮小板之外 - 它的所有的組成套件 - 不論是它的原始的材料 - 它是採用PCE的鋼板製成 - 然後它整個烤漆 - 包括它上面的塗裝 - 還有它上面的音叉logo - 以及它的底下 - 竟然還打了一個編號 - 這些東西都完全比照遠車的樣貌 -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- 我覺得它的收藏價值蠻高的 - 而且重點是還蠻便宜 - 入手門檻很低 - 對 但是我覺得現在它 - 討厭的是它有限量 - 對不對 - 對 你看它現在雖然它是3800元 - 但是你不知道現在其實已經搶到多少 - 說不定已經就像最近棒球賽 - 你說在大巨蛋打沒有啊 - 對一樣啊 - 就是那個票雖然有1萬張 - 但是瞬間秒殺完之後 - 就開始有黃牛跑出來 -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雖然你看 - 它的開價是3800元 - 但是它限量300顆 - 說不定你現在3萬8你都買不到1顆 - 我也覺得 - 對不對我覺得大家可以留言一下 - 因為我沒有實際去查 - 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- 因為11月29號 - 因為現在已經過了 - 它應該已經瞬間被秒殺 - 因為SR400真的是一個非常長銷的車款 - 回歸到我覺得 - 最近亞馬哈也做了非常多浪漫的事情 - 比如說XSR900GP - 那是大家非常想要的 - 然後它也是取材於過去一些復古車款 - 所以我在想或許 - 最近如果相較起來歐洲車廠 - 還有一些大陸車廠 - 我覺得日系車廠相較起來 - 整個氣勢是比較弱一點 - 或許他們就拿出一些 - 過去他們看家的一些經典招牌車款 - 也或一些復古車來炒作一番 - 那我覺得SR400就是一個非常適合 - 操作的一個題材 - 沒錯 - 沒錯是什麼啦 - 少下了 - 所以你有查到嗎 - 沒有啊 - 查到 Amazon商品來 - 好 雅虎拍賣也沒有 - 大家可以留言下來 - 有沒有人真的有想到 - 然後再來就是有沒有人真的在雅虎拍賣 - 看到這價格 - 究竟現在3800的價格已經潮到多高 - 會不會加高級 - 我覺得有可能 - 因為真的 - 喜歡SR400的經典車真的很多 - 那我覺得YAMAHA做出這個舉動 - 雖然它的真正實質意義不大 - 是非常浪漫的舉動 - 但是對它的形象 - 在現在我覺得日系品牌 - 有點弱的情況下是蠻加分的 - 好不好 - 會不會他們覺得藏到滋味 - 接下來很多老車的就開始一直推進 - 就直接停掉 - 然後出一個閃爐箱 - 開始不賣車 - 開始賣玩具 - 各個車的油箱玩具 - 真的耶 - 好像也蠻不錯的 - 好 進到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 -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 - R90雙升巡航車降臨 - BNW R12登場 - BNW講到街車的部分 - 大家就一定知道R90這個車系 - 從它推出到 - 你不要這樣子 - 人家要罵你 - 對不起 - 算你可以不懂 - 好 從它問世2013到現在已經足足10年了 - 所以它剛好在這個10年之際 - 迎來一個大改 - 他們這次則是迎來全新的型號 - R1290以及R12兩個版本不同的車款 - 他們這次主要的大改的重點 - 則是在它Buster的引擎 - 過去它是一個水平對臥引擎 - 你沒有騎過吧 - 對不對 - 我告訴你水平對臥很有意思 - 它的震動是來自左右 - 所以當你在發動的時候 - 它引擎的氣缸是左右移動 - 車子一開始會左右晃動一下 - 然後接著它在低轉的時候 - 運行它就是會讓你左右搖擺 - 這樣會很容易就不穩 - 其實不會 - 因為當你的轉速拉高之後 - 它反而產生一個自帶平衡軸的時候 - 但是我如果被撞的時候會不會 - 其實不會 - 不會了 - 真的我告訴你 - 像它的大鳥也是採用這個設計 - 它這個設計 - 在低轉的時候 - 因為它一直有一個左右晃動的慣性 - 然後再加上它中間其實 - 曲軸的部分是一個採用直式的排列 - 所以中共的設定關係 - 它等於是一個自帶平衡軸 - 在這種適合突破前 - 或你在低速 - 比如說你在考驕跑的時候 - 你要走那種直線7秒 - 是7秒對不對 - 直線7秒的時候 - 它的平衡效果 - 會比起一般階層來的更加優異 - 所以這點你看 - 就是很適合新手入門的 - 我也能說新手買來去考驕照 - 蠻適合的 - 好像會有人這樣嗎 - 應該也 - 我不知道它那個程度可以影響到多少 - 好那除此之外呢 - Buster 的引擎 - 強的就是它低轉的扭力 - 其實是非常充沛的 - 也因為這樣 - 過去的R9T整個騎乘感覺 - 是讓人覺得是非常飽滿 - 尤其在低轉的時候 - 感覺有一種被踹出去的感覺 - 再來R9T很經典 - 就是它後面的搖臂的傳動的部分 - 大家可以注意到 - 它後面是沒有採用鏈條形式 - 它後面則是採用他們當家經典的一個軸傳設定 - 軸傳設定 - 也沿用在他們家延誘非常多年 - 軸傳的好處就是 - 它雖然在動力損失上面可能會有點大 - 但是它在保養上面會非常簡單 - 不會像鏈條常常可能需要換 - 也或者鏈條會鬆緊需要調整 - 也或者是鏈條很容易斷 - 對不對 - 所以在鏈條的部分換成軸傳 - 就會帶來很多軸傳的優點 - 然後再來在噪音部分 - 鏈條也很吵 -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- 軸傳從過去到現在 - 他們已經沿用了非常多年 - 一直到現在全新的R12上面 - 他們也沿用了過去這樣的傳動形式 - 好我們來講講 - 這一次的R1290的部分 - 它則是一個Roster的 - 算是性能級街車的設定值 - 但是如果是R12沒有90的字樣 - 就是R12的版本 - 它比較像是Cruiser的巡航車的設定值 - 那所以兩種車型在整個外觀的設定上面 - 看起來是截然不同 - 那你看我們剛剛講到油箱的部分 - 雖然他們都採用一樣的架構 - 但是他們R12跟R1290 - 它採用不同的油箱 - 它看起來就截然不同 - 你看R90的部分 - 它的油箱是有點復古 - 跟過去的R90是一樣 - 中間還有挖出一個腿型的設定 - 今天你看這個R12的版本 - 它巡航車的版本 - 是直接變成一個像剛剛在SR400一樣 - 胖胖的油箱 - 它就沒有消除那個腿型 - 它整個看起來的感覺就截然不同 - 所以我就跟你講 - 檔車只要換個油箱 - 它的形象就整個改掉 - 好 回歸到它的車輛架構的部分 - 它都是採用一顆1170cc的一個水平對臥的引擎 - 它壓縮比大概在12.1 - 幹嘛在講壓縮比啊 - 吃肉 - 不是啊 - 它幹嘛寫這個 - 到底誰寫的 - 我真的很想罵 - 好 雖然它採用一樣的引擎 - 但是它在動力的部分有做不同的調教 - 導致兩個車型有不同的動力 - 講R1290的部分 - 它最大馬力則是有109HP的動力 - 再來比較接近巡航車的設定R12的部分 - 它的馬力只有95P - 另外在車架的部分 - 它們兩者都是共用同一種鋼管 - 組合而成的一個車架形式 - 唯獨在剛剛我們講的油箱的部分 - 做了不同的變化 - 再來看到排氣管的部分 - 它則是做到單邊 - 然後是一個兩出的排氣管 - 是一個垂直排列 - 我個人認為它有兼具勞位 - 然後它這個兩出後面有點往上翹的感覺 - 有一種這種復古中又帶一點動感 - 另外在R90的車尾的部分 - 它也特別做了收短 - 讓它看起來更有復古 - 然後更有俐落的感受 - 但我個人認為這台車最讓我喜歡的 - 就是因為它後面還用一個軸傳動的設置 - 導致呢 - 所以其實你從另外一面看 - 它是一個單軸的設定池 - 所以你就看到一個鋼磁框在外面直接 - 轉向後看 - 很漂亮 - 很漂亮 - 就很像是很多跑車 - 比如說像V4S那種競技級的跑車 - 後輪的感受 - 雖然它外型的看起來非常復古 - 但是畢竟它是BMW - 它的電控系統真的是給的非常完整 - 它有比如說牽引力控制DTC的部分 - 然後同時還有引擎煞車的一個調整 - 另外在動力模式的部分 - 它總共有雨天模式 - 道路模式 - 還有一個動態的模式 - 就比較偏向性能的設定 - 三種的設定 - 讓你做設定 - 那在它的預設調整底下 - 它也會透過一些細節 - 也幫你去調整最適當的牽引力 - 以及引擎煞車等等的配置 - 另外在選配的部分 - 你還可以透過選配來獲得進退檔 - 快排的一些進階的功能 - 然後再特別講講它的配置的部分 - 畢竟它這次算是重新打造 - 所以它的車架重新設計過 - 它的懸吊也是重新匹配過的 - 前面則是採用一個45mm的倒立式前叉 - 好 避震的部分 - 在R90的部分 - 則是避震完全可以調整 - 所以如果你想要針對你自己的需求去調整 - 讓它也提供給你在全原廠的狀態下 - 再來我覺得它行程的部分蠻特別的 - 它在R90的接車部分 - 前後行程大概在120mm - 在R12的版本則是前後則是90mm - 真的蠻特殊的 - 因為你看我們剛才講到它是Cruiser的設定 - 所以它整個座高 - 整個車比較像巡航的感覺 - 它的前叉的拖椅腳也拉的比較斜 - 而且我覺得很加分就是 - 剛才我們講那麼多 - 它竟然在這麼復古的車型上面 - 配備給你彎到ABS - 所以如果你要緊急剎車 - 或你在彎道中點剎車 - 你也不用太擔心 - 好 最後在儀錶版的部分 - 我覺得蠻特殊的 - 因為它既然讓你選配儀錶 - 在你沒選的情況下 - 它可能是一個雙環 - 就像過去R90一樣的一個復古的錶 - 但是你選的時候 - 它會給你一個3.5吋的全彩TFT - 漂亮的 - 不是 3.5吋 - 它至少選完也給你來個4.5吧 - 你現在主流4.5 - 但它竟然是給你一個很長型的 - 一個3.5吋的儀錶 - 可能反正至少它前面頭那一段很簡約啊 - 是啦 - 我覺得它可能是為了要它造型俐落吧 - 也或者是 - 而且那邊我覺得大家可以 - 剛好可以塞那個手機 - 會把導航塞在那邊 - 所以我覺得它的儀錶的資訊 - 可能就不需要到太多 - 對啦 - 看起來是有點簡潔 - 有點科幻的感覺 - 但是我不知道 - 如果以我個人 - 我還是喜歡那種圓錶 - 很想像資訊很多的那種感覺 - 應該是說圓錶還是有 - 但是中間你還是給我一個全彩 - 把它融合在一起 - 其實有點復古 - 但是同時又保有那個過去 - 現代科技 - 現代科技的意味 - 好再來呢 - 很特殊喔 - 這個我坦白說 - 我真的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 - 它沒有說它有一個搖滾模式 - 對對 - 所以這個搖滾模式代表騎乘的感覺 - 還是施放 - 還像勾音一樣可以放音樂 - 然後它的聲音是那個搖滾模式 - 好這個如果之後台灣真的引進之後 - 我們有試到我再跟大家分享 - 到底這個搖滾模式它真正改變的是哪些東西 - 除此之外呢 - 它還有一些很加分的附加的功能 - 比如說它有KITES系統 - 然後它也可以透過手機來連線車機 - 來讀取它裡面的資訊 - 同時呢 - 它也有一個遠近光燈自動切換的一些功能 - 我必須說我覺得BMW它的整個配備真的是 - 給好給你買 - 尤其在電控的部分 - 好最後 - 看看外觀的部分 - 它這一次因為是一個R12的一個整體車系的推出 - 你個人覺得呢 - 你喜歡哪一種車系 - 我喜歡它那一題 - 妳喜歡它那一題 - 是不是比較接車的感覺 - 對對對 - 而且它的車尾的地方很緊緊俐落 - 我喜歡 - 但是我反倒喜歡R12 - 我覺得R12 R90那個車型 - 其實看到後來有一點點覺得 - 有點膩嗎 - 對啊10年了 - 這個比較膩吧 - 因為我不喜歡它那個後突出 - 直接遮到那邊的那種感覺 - 但是它這個就是有點復古的感覺 - 就太復古啦 - 因為那種有些東西老到一個卡閃的時候 - 就沒有辦法接受 - 我反倒覺得如果它的車尾這邊 - 是比較有後座的一點 - 它變成單座 - 然後它有點像是Barber那個感覺 - 單座的話那種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- 對啊我覺得它看起來復古的感覺 - 好 如果你喜歡BMW的街車R12 R19以及R12的話 - 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- 台灣應該很快就會引進 - 如果我們有4道再跟大家分享 - 好 進到本週聊天新聞的第一名 - 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 - 凱旋Trustin 400印度間諜照曝光 - 好 講到凱旋的400 - 最近真的是吵得瘋瘋活活 - 你看我們到米蘭車展那時候介紹 - 我覺得到現在最近台灣很多人傳說 - 這個貿易商開價21萬 - 整個車圈真的是 - 對 非常的話題性非常的高 - 今天我們就在米蘭車展還結束不久 - 在路上又捕捉到他們的試乘車了 - 好 你說說在凱旋400的部分 - 你在這單場有沒有看到 - 凱旋沒有 - 沒有 你沒看到 - 因為我都在剪片啊 - 你沒看到 - 好 那個質感真的我自己親自看到 - 我就是覺得 - 不論是Speed還是Screenbird 400 - 它的質感相當好 - 在這次車展看到Speed 400 - Screenbird 400 - 這次他們流出的是一個Trustin 400 - 車型 - 最大的改變你看它的前面多了一個頭罩 - 它一樣是一個復古車型 - 但是它走的是一個Cafe Razor的設定值 - 我覺得不意外是它的度內的部分 - 都是採用一樣的度內設置 - 我們這邊還是帶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- 它是一顆399cc的單缸的水冷引擎 - 最大馬力則是在40p - 然後8000轉的時候爆發 - 然後最大扭力是37.5NN - 在6500轉的時候爆發 - 它則是採用的是三星的倒立式前插 - 然後是一個預載可以調整的 - 單後避震的設定值 - 除此之外沒意外的 - 它的儀表還有它電控這些部分 - 也都跟Speed 400這些是一樣的設定值 -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間諜照 - 是沒有照到儀表的部分 - 但我覺得我必須說有一個比較特殊 - 它的外觀的部分 - 因為Cafe Razor有很多種呈現方式 - 它現在的呈現方式 - 則是跟他們家的1200RR是採用一樣的設定值 - 所以這次有一點點科技味的一個Cafe Razor的呈現方式 - 但你覺得你喜歡這個頭嗎 - 我不喜歡 - 為什麼 - 因為它這個左右兩邊是有點尖尖的 - 因為它就要呈現一點點科技的感覺 - 對啊我喜歡原本都圓潤的那種子彈頭 - 你喜歡那種有點像寶蘿的那種 - 對 - Ducati的那種感覺 - 好確實你看佩佩的這個說法我自己也非常認同 - 因為我其實我覺得在1200那邊 - 因為它是畢竟是一台有點帶著禁忌翼特色的一台車款 - 所以我覺得它頭做的比較現代一點是OK的 - 但是我比較期望它可以比較完全 - 貼近於過去復古的那種原子彈頭的感覺 - 現在看起來好像 - 而且因為它可能想要做那個 - 可能現代感科技感 - 所以它那邊做一個尖尖的感覺 - 所以它的頭罩和它的大分就沒有辦法融為一體 - 它感覺是兩個原件組裝在一起弄 - 好總而言之我覺得它就是在同一個架構底下 - 在伸出不同的車型 -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留言看看 - 因為未來我覺得這三種車型 - 都蠻有可能在台灣真是的販售 - 那你到底比較喜歡哪一種車型 - 大家可以留言下來讓- 先做一下功課 - 對不是安東他們長官可以看 - 他們可以當作是引迫的 - 要進哪一台車的 - 到底這個Coffer Racer版本 - 查爾斯特的版本到底要不要引進 - 那我們就可以考量一下 - 然後再來就是價位的部分 - 因為現在貿易上已經開出21萬的售價 - 然後現在據說 - 他們能夠進來的檔案的數量已經很有限 - 所以好像已經沒了 - 就是那個來源已經沒了 - 所以接著可能就是等總代理開出 - 安東他們開出正式的售價 - 我覺得大家可以稍微留言一下 - 你們希望的價格 - 你覺得合理的 - 就是這個車型 - 不論是Screamer - 也或者是Speed - 到底它多少價格 - 你覺得比較適合你 - 比較會買單 - 我個人認為 - 因為我實際在現場看了那個質感 - 我覺得28、29絕對沒有問題 - 它絕對得起各位消費者 - 因為那個質感真的是 - 凱旋的質感 - 真的沒有話講 - 無論如何 -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- 我相信很快的時間 - 可能在明年的第一季、第二季 - 就有可能看到400車系 - 凱旋的400車系 - 在台灣正式的販售 - 好吧 - 會不會沒有販售的大罵我 - 打爛你的臉 - 以上就是本週聊天的三個內容 - 記得鎖定我們SuperMotor 8的頻道 - 我們下次見啦 - 嗶嗶 - 嗶嗶好噁 - 嗶嗶好噁 - 臭gag - 嗶嗶好噁 - 我不管就要用這個 - 嗶嗶是什麼 - 嗶嗶啊 - 嗶嗶是誰 - 嗶嗶 - 嗶嗶超噁 - 嗶嗶嗶 - 嗶嗶 - 嗶嗶 - 那兩週後你還會在 - 因為我12月14號回診 - 所以我覺得兩週後再回來錄這個談話星節目 - 應該是可以啦 - 但是如果要叫我追趕跑跳碰幫你拍東西的話 - 應該是比較沒有辦法 - 後面一堆事情 - 大家知道我是排住了吧 - 而且還是報病來拍這個 - 沒有兩個編輯已經要取代你了 - 謝謝大家